大家好,我是包子 我今天又把这款游戏给吓了下来了 因为之前有一期有很多小伙伴说 我玩的就是太简单了 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在意 所以今天我打算重新的深入了解一下这款游戏 那我们开始吧 这款游戏都没有在意 这款游戏的比较活泼的外向的 到底算了,比较上面对手 但是他这个不起来应该比较 太后话了,得比较美 长按,长按可以长按,对 眼睛高一点,再放一个高一点 好,你看一下怎么随意 在公司附近里偷偷踩布林时,然后遇到了一个... 遇到了一个周遇到险落 其实...我也不记得,到底喜不喜欢吧 我出道之后,就再没有吃过薯片了 抱歉,这样的节目,我真的很想参加 那我等你哦 加油哦,你一定会搞定你的经纪人的 当然了,一定会干的 以后,你有其他的节目,还会再来邀请我吗 会的会的 哇,这个人他是有超能力的 随着那阵突然的风,一个男人瞧我声息的在城市上 他被飞起来 哎,别的枪 这个选避人是谁呀,感觉很厉害 还有超能力 收到了一条短信 不用客气 其实我还想在这里有差 好,感觉不上升了 好,感觉不上升了 周遇到地方,感觉不上升了 安娜姐,我们再确认一下节目流程吧 我今天都确认了多少遍 不过,嗯,好吧 亲爱的,我已经很熟悉了 本主成人第一次拍练那么多遍 每一句台词都会被啊,第一次路线的节目却这么简单 嗯,再练一半吧 给你找工资 方清松,我看了台本 这期节目很棒 许默教授,您来了 嗯,许默 不带我熟悉一下路线环境吗 嗯,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嘉宾 在脑科学领域有杰出贡献者的学者,许默教授 大家好 许默,嗯,以后还可以邀请你参加其他节目吗 我是说,如果小红帽影视公司还能再继续的话 等等,只要是你的节目,我都很愿意参加 可能更准确来说,应该叫读脑术 人类的意识可以被读取吗 这在科学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有一种理论说,世界上一切事物 都是纠缠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教授厉害了 造的是专业,竟然很有剑格 我们研究人体科学的脚步越前进 我们未知的领域都越宽广 发现奇迹可能会在今天结束 感到十多年来,发现的超能力 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时代 连续的遥远的将来,科学的脚步 会推上这档节目 说得好 许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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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莫给我发信息了,看一下 很荣幸参与了最后一期节目的录制 许莫教授真的太谢谢他 不用谢我很荣幸参加的节目 还有我更希望你可以称你我许莫 谢谢你许莫 谢谢你许莫 不客气,节目很精彩,我很高兴 关于超能力的我需要你随时来照顾 许莫刚 该是我的 管日你和我迷在 谢谢时候,不小心了一下 你这么晚还没回去吗 我想还要加班 装可累 装可累一点 装可累一点 装可累有点事情 不介意的话 到时候我来建议小班 顺便去一下当务 好呀好呀 委婉一点 怎么好意思 这么麻烦 没关系 一点都不麻烦 哎 回不了了 那他来不来接我呢 应该会来接我吧 我猜他应该会来接我 一定要来接我哟 我发现我看了剧情完了之后 有一种很想知道 后面发生什么的感觉 有点停不下来 咦 总经理助理不在吗 不好意思 今天是突发状况 是吗 谢谢 其实我今天 就是为了撤资的事情来的 嗯 那 微信不在的话 你们的总裁呢 我顾名状况来点点头 安静的在一旁看着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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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最后一期发现奇迹的舆论 韩响很好 你要看一下吗 现在没空逃入发现奇迹 有什么时间待会再说 OK 回头我给你 有靠谱的影视角 难度大 你现在听我的 老实坐下 法座上的声音的话 你就死定了 董达 今天来工资有什么事情啊 下午两个公司没开会 走出门 喂 你责言的 终于出场了 终于出场了 完了这么久 终于出场了 不用了 十分钟后 把这个月的投资分析 送我办公室 你来个人吗 我慢慢探过身子 抬头往上看 终于看到了 传球生的总裁的那张脸 你你你 我一直在吵 却觉得无论如何 再也不肯再随意图的人 他不会就是那个超能力的吧 就是那个人 就是你 是你 没了 有个吓一样 这游戏真正 他一解一解的 就像在看电视机 你看我们一起 正好他在重要的节点上 他停了 你就非常非常非常地想去看下一集 真的有一种断人味道的感觉 这就是一种 好像上瘾的感觉 分享给小伙伴们一款UP主属最近在使用的APP 名字叫做好游快报 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正式商店都还没有上架的内测游戏 还可以跟许多玩家一起交流开黑 平时UP也在里面找一些比较新奇好玩的游戏 金火妈礼包什么的 通通都不少 还等什么 赶紧上车吧 端格比容易 能让李泽燕后悔发展的电话到底是什么呀 我对着空空如意的电脑屏幕感到了绝望 那种东西可本就不存在吧 小伙伴我们的电影院设计快乐终于省下来了 我们为什么还申请过这种东西 我忘了 赶紧想起来 导致你说有点一些别的 您导致这个小伙伴在里面啊 哦 您的心情 能干什么呀 下个月发不起工资了 要倒闭了 现在其他都怎么在这段 我们还在哪里 他更不会忘了 我委屈的猜 那姐 我错了 那我们还有哪些节目要做啊 哦 我最亲爱的 这都没时间三件外衣吧 今天一早公布介绍有个特别项目 对上证明你的大人制片 这种时候 我们公司居然下到新的项目了 快拿来让我看看 而且还是成绩上一个专业报道啊 成绩新闻 电影卫视的王牌新闻节目 一直都是电视台自编的呀 怎么会找到我们呢 这一期话我也不行 不然我们亲爱来听 不然不早人知道 所以每天电影答应来了 台上亲自来的电话 这个伟多还将来这么多了 我拿着小伟多 这个伟多完成的话 是不是有长期节目 以为是自治难过伟多 你明白吗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等着李德延后的发展计划 真的吗 不知道 咱可以试试 天呐 这次迪士语 太好了太好了 白起 这名字总是有点耳熟 当然了 白起很肉 内动的 他会出发连刀 忙着王牌这时候 他有超分技能 我王牌这时候 他可以先开大 紧举开团 然后队友可以先 可以紧接上来 他非常肉 出了反甲之后 你打他的话 你打DC根本打不动嘛 而且他就慢慢 那个连刀就能转死你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点啪啪的 警官你好 我是城市新闻的专题记者 请问白起警官在忙 领导白起 你确定 是的白起警官 有什么问题吗 小姑娘 我看你是自家鬼 你才好些提醒你 你别见外呀 你是不是在单位 得罪了什么人 你们领导 让你来找白起 说不定是找你呢 这个白起警官 是上周突然从上面 掉牙来的 我本以为是个 来干实事的人 没想到 他就没一天 好好少个伴 前两天 我还看过他 和一个附近街道的 DP说话 局长都不敢 给他安排任务 是吗 还有这种事情 我听说呀 他就是个 不优势的官二旦 公子哥 你想想 上头有几个姓白的呀 我们远不得的呀 所以我劝你呀 赶紧回单位 把这儿活推了 黄警官 你说谁是公子哥 哎呦 白警官 我什么也没说呀 就给这个姑娘 随便落落 他是来找您的 您刚不是还没来吗 还记得我 你是 白旗学长吗 发什么冷呢 没 没什么 只是想到白旗学长 现在居然当了警察 挺意外的 很意外 高中时你也觉得 我以后会进监狱 对吗 哇 白旗的声音好好听 好熟悉啊 没有这种事 只是觉得能遇到 真的很巧 你这里没事 小鹤 算了 可以说这些 走 去哪 去调查 我声音好好听啊 以后拍其他节目 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找我 都找我拍节目 谢谢学长 我又爱上白旗了 白旗的声音 你好好听啊 我还想再听他讲话 他现在就是我的男生 继续继续 继续 我要再偶遇白旗